有朋友经常问 怎么样来写好立书呢 第一呢 就要选好自己喜爱的字帖 第二呢 从笔法入手 掌握它行笔的这种规律 第三 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 要体会字帖中的字形结构特征 认真揣摩 认真的理解 做到善于观察 其余实践 这是我最近领了一通张千杯 那么张千杯 他用笔古着 无论从字形上 从用笔上 都是非常的古古 没有什么人为的 雕琢的那种痕迹 尤其你看 他以转为例 像知乎者也的知字 就完全沿用了 转书的那种写法 只是把它隶书化了 那么他在写这样的字的时候 每一个笔画都是 直来直去 没有过多的修饰 形成了他张千杯独有的风貌 在你写隶书的时候 千万不要出现 楷书的用笔方法 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 就是横折 你比如说像这个刘字 他的这个横折 两个口 他的横折 舟字 在横折的地方 如果出现提顿 转折下来 那种楷书的这种痕迹 那是非常突兀的 楷书是在 历书之后 而形成的书体 所以你在历书之中 出现了楷书的这种状态 那是完全不合规范的 我还没有说过这种状态 那是什么事 我还没有说过这种状态 我还没说过这种状态